日本蟑螂丑闻泡面终于重新上市 知名泡面Payong在去年12月 遭消费者投诉表示面里有蟑螂之后 就全面停止生产与贩售 而在睽违半年后 现在终于要重新上市 制造公司决定于6月8日 开始在关东地区贩卖 为了防止异物混进泡面里 该公司在生产线上加装了感测器 此外也加装了过滤热水的装置 这款泡面终于又回到了超市和便利商店的货架上 买到泡面的消费者 纷纷在推特上po文表达兴奋的心情 然而这些po文却是在公告上市日的前一天 也就是6月7日贴出来的 这似乎是因为部分零售通路商 并未遵守制造公司的规定 提早一天将商品摆上货架 这一款话题泡面将会在7月6日之前 陆续在全日本上市 除了北海道与冲绳之外 均有贩售 TOMO NEWS原创LINE贴图第二波开卖咯 快来下载吧